大家好,我是財富情報及調查邦的光骨督察,鄭志芳 今天就想和大家介紹一下財富情報及調查邦的成立 我們的部門今年是6.1號的成立 主要是打一些洗黑錢和反應人資的活動 今年我們遇到一個情況就是我們看到本地來買戶口的情況是嚴重的 有一個犯罪的贊助就是讓一些學生、護士、外傭的黑手去買戶口 進行洗黑錢的活動 我們這次財富情報及調查科 在11至12年間就進行反洗黑錢 在香港的地理進行宣傳的活動 希望可以推薦給大家聽 如果借戶口給人 就等同於扮下洗黑錢罪 那就呼籲各位千萬要小心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 應該要報警或是向你身邊的人去查詢 看看做這些事是否正確的